資料 假如說你要把它改成資料庫的話 該怎麼做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部分先完成 那資料庫的部分呢 基本上在第三個畫面 其實 資料庫 最大的差別 只有在剛剛Excel是切過去 然後複製貼 複製 篩選 複製貼上 那這幾個動作 如果用資料庫的話 就不用了 所以你會發現 基本上程式碼完全一模一樣 差在哪裡呢 第一個本來這個項目 我要 多增加一個欄位 兩個參數就對了 第二個其他都一樣 4以後的都不見了 一直到 4到7中間有沒有 5好像是我們是什麼 5是篩選 6好像是複製吧 7好像是貼上 所以基本上就是什麼 篩選之後 然後複製貼過來 也就是說呢 我們是切來切去 那這些動作的話 資料來源不是在Excel 而是在 SS 所以呼叫什麼呢 呼叫那個 ADO 去把Seql的資料查回來 然後給他什麼呢 給他項目 跟欄位 他就可以幫我們查出來 所以會稍微剪短一些些 那這個部分我想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怎麼樣把剛剛的這個Sample 改改成那個Ss資料庫 如果資料量大的話 建議還是要用資料庫來做 OK的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如果一定一直都在撞牆階段 因為其實寫成日寫到最後真的很花時間 你一直有 就是有Bug抓不到的話 其實可以參考我的東西 比對一下 看看有沒有有沒有哪些地方 不太OK的 那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那個資料庫 副部部困